周五,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也门萨纳 纪念已故的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·纳斯鲁拉 他于9月27日被以色列军队暗杀 人群挥舞着真主党巴勒斯坦和也门的旗帜 挥舞着纳斯鲁拉和其他领导人的照片 同时举起武器并高呼口号 这次集会也成为在持续的地区冲突中 表达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声援的平台 此次示威活动强调了真主党 也门胡塞武装 以及其他支持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地区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目标 目标